首先就是在建党初期 中国共产党从力量来说 它是比较弱小的 是一个比较小的政党 所以说当时它选用了这个CCP 就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作为它的英文译本 表示就是说这个政党 不是在其他国家 而是在中国成立的这样一个共产党 它其实暗含着这样一种含义 随着党的发展 还有力量不大地壮大 中国共产党把它的英文名声 改成了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这个点其实主要是体现出 这个党的独立性 我觉得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晰了 我来说说这两个表述的区别吧 就是先从Chinese说吧 就是Chinese的意思是 可以指跟中国有关的东西 可以指中国文化 中国人民或者中华民族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呢 我觉得它强调的是一个 Communist Party 政党是由中国人在中国成立的 但是它的重点还是在 Communist Party这个部分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它的关键在 Of China这个部分 它就是说这个政党 是属于中国的政党 它是为中国而奋斗的政党